关清最新的报税消息 美国国税局最近宣布 截至三月份所寄出的退税支票 平均金额已经提高到3068美元 这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增加了0.7% 呼吁更多的民众要提早报税早退税 受川普减税法案的影响 美国国税局表示 全美纳税人的退税金额确实有增加 至于减税法案的最大改变 是对州和地方税 规定了1万美元的扣减上限 且取消杂项扣减 但好处是个人扣减额增加一倍到 1万2千美元 而夫妻共同报税则可以扣减 2万4千美元 至于养育子女的家庭 虽然少了家属豁免 但每一位儿童的抵税额 也都增加了一倍达到2千美元 董事新闻彭迪 下日请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